孩子就是上学 学班补补课啥的 你月底三千多 我有个小房新买的 有房贷 能接受吗 我对钱没什么 太多的概念 要问中老年相亲有多倦 大姐来找自助取款机 不要彩礼不要房 就想就让你给他养个 顺便再把房贷交 今天的院中大哥叫董明荣 42岁酷晚间司机 里有套房 工资七个钱有个17岁的儿子 他本是哈尔滨人姻工作员姻 现在歌唱春租房租 那孩子17岁 以后也得涉及到结婚的事情 有没有回来的打算 现在他是不打算回这边 难道以后结婚了 不得给买个房子吗 道理来说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看到咱有多大经济实力吧 会不会怕女方介意这个房间 咱就说你这情况自己过几年 给儿子娶了媳妇再找不行吗 你这回找女人纯纯是找负担的 毕竟这年头说真的 没点真金白银哪个娘们都不会跟你 这亲爹真行有点钱 他自己找女人享受 大哥讲话了自己才刚40出头 正是卢狼似乎的年纪 激情四射动力十足啊 那比如说要是对方也带个儿子 那会不会想到以后 他的儿子也要结婚 你的儿子也要结婚 那就平等待遇吧 董大哥不愧是后爹中的典范 俩儿子必须一视同仁 不能厚此薄彼 大哥讲话了他追求的是真爱 所以真爱的孩子就是他的亲儿子 看一会你的真爱咋跟你要价吧 第一位女嘉宾登场 苏勒47岁 打工魅月入1.8个钱 里有套房 说白了就是没有固定工作 赶上疫情就在家喝凉水就干过来 大姐比大哥大了5岁 不知道大哥会不会介意呢 女人本身就比男人显成熟 况且还比他大5岁 这不纯纯姐弟恋吗 大哥坐下后都没有带着好腔调 就想着赶紧应付完进行下一个 但苏大姐这边确实当真了 不明所以上来夸夸一身提问 眼瞅着给这哥们整几眼了 你多大退休吗 工作吗 带什么工忙 一桌不走钱 有房子吗 你解过婚吗 有孩子吗 不像是铁饭碗那种 以后能退休能给你那个姜老婆写的那些房门 这个没有 没有 不是铁饭碗 对 哎呦我却别说大哥没相中你 就是对你有点意思 也让这夺命几连考给整凡的 这嘴就像租的一样 嘟嘟囔囔可尽数 咱该说不说你还嫌弃人家不交老往 人家好歹是个正经工作 不会说没有就没有 你这工作吃了这顿摸下顿的 咋好意思舔个脸挑剔人家呢 难道就是想靠相亲脱贫的吗 你在这边就是做兼职 对 一直做兼职 你挑 做日记 没有啥固定工作 我自己教养了我先 你全靠兼职的话 如果说说活不好的话 你得约你 对对对 不能养在户口 对啊 今天有没有没有 是挺的啊 苏姐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自己就是收入不稳定 所以就想找个能挣钱有劳保 没爹没娘没孩子的男人 咱就说想法是不错 那你觉得这样的条件 有凭啥轮到你身上啊 大哥听到这就不想再往下落了 人挺好 人体也不错 就是工作这边也挺好的 就是没有我住房 再回去我还不愿意回那个哈尔滨 就在房边有点 不太可惜 他急的大哥彻底急眼的 这啥玩意都给我介绍啊 我是来找真爱的 不是当提款机的 大哥下了节目给红娘说 自己就想找个年龄差不多的 不是找个老妈子来管她的 过了两天红娘就给她找来了刘大姐 刘天玲38岁 故帮分检员月入三个钱 李有套贷款房 李董大哥小四岁 这次见面态度立马不一样的 第一项挺好非常好 牛眼圆吗 牛眼圆 太行挺好的 人挺踏实的 哎呀这年龄小的媳妇就是不一样的 这俩人算是看顿眼啊 那就过下落点时刻吧 下面也是高能时刻 看得奇迹光响了 我有个孩子 有个小吧 17岁 我之前的哈尔滨 那他说你有何多年了 三年了 所以在哈尔滨市里吗 对市里 那你俩其实也算是老乡 半个老乡 老乡见老乡也差 不好意思呀 你丑上你丑上 俩人一个比一个害羞 没说两句就无嘴了 真是有种大闺女 小小子见面的赶脚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甜甜恋爱吗 看得奇迹也好想拥有一个 属实羡慕了呀 大姐知道南方有个儿子 就开始试探性的问娶媳妇的问题了 孩子你能赚钱吗 孩子现在自己能赚钱 基本上不用我去拿钱 而且还能给我发点 那结婚房子呢 你房子还有那个彩礼先 能准备好了吗 那个我现在我在那个本地嘛 有个房 我打算就是 如果她结婚的话 就可以给那房给她 如果说这边呢 就给她当那个彩礼了吧 你说这大姐没闹两句呢 又开始扯到钱上了 大哥是来找真爱的 不是当冤大头的 一会再给人家整击脑台腿就走了 如果让你贴钱买房怎么办 那咱们就看 咱们经济条件啥样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你也允许的情况下 那是赶紧可以添点的 如果地面你不允许的话 那就是再研究吧 我说董大哥呀 你可真是个抢头草啊 看见啥人说啥话 大哥你这妥妥言知空呀 游演员的女人 咋提要求都能接受 看着男方为了找媳妇如此妥妾 接着刘大姐就开始得寸矜持 孩子就是上学嘛 步步课啥的 就我就是上这个班 就是为了陪她嘛 孩子步课其实经压力也挺大的 有一点 你月得三千多 你现在一个月挣三千多 对 就是有点支不复处 不是 弱不复处 是那意思 大哥哥一旁听得若有所思 咱讲话了一个孩子也是有 两个孩子也是疼 三千块钱还是能拿起的 毕竟出去找一个还得好几百 那还是一锤子买卖 以后你就把个当成你的靠山就行了 两个人在一起 我肯定说就是 相复复持嘛 把家够好这是必然的 就是俩人 如果我虽然了 感觉可以了 都无所谓 我对钱呢 没什么太多的概念 我就是 咋说呢 我挣钱我就不愿意管钱 第一点就是不愿意管钱 我就想别谁能管钱才好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既然我归你学费你能掏得紧 那我是还有点房贷你也一起掏了吧 当冤大头就帮人帮到底 我有个小房西买的 有房贷 能接受吗 没事 一起玩 一起玩 让我去住就行了 你这样的工资够不够 我又给人盒房贷 又要给人姑娘补课呢 大哥你是被妖精下了鼓吗 咋说啥都答应了呢 自己啥条件呀 又给人掏学费又掏房贷呢 以为自己是钻石王老五吗 7000块钱是人民币不是英镑 别忘了你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呢 光顾着给别人养孩子自己的不管了 想说如果是可以的话 还要干个活吧 加个伴吧 就现在我听说这个 压力要大了 不像说我以前了 真是就是这种缘分的事 如果说感觉到两个人 有这种缘分 哎 瞅着眼神可以 你拿来点就来点吧 还真有着上肝子当冤大头呢 人家是为了减轻负担的 你可倒好又给自己找个事干 大哥讲话了没有他 哪有这么大赚钱的动力呢 为了他的真爱 当牛做马都是甜的 就在俩人感情不见生婚时 董大哥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 我就想在城市赚点钱 以后就是回到哪儿啊 回农村 我感觉农村那种生活挺好 挺安逸的 就是回农村过点安逸生活不挺好 过二人世界 回农村还是回到你以前的那个住宅 对 还是回到我以前那个住宅 你带着你的第二任妻子 然后回到你和前妻以前的家 不行的话可以包丛盖 包丛盖 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有阴阳的 人就这么一个感情动物 就像你住好久的一个房子 然后你突然回来 你会想我在这房层间干嘛 干嘛 有一系列的事情都会说 都会联想起来 我感觉应该是 可以 都不回来 不回来 不回来 听到女方有点顾虑 大哥刚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被大姐扼杀在摇篮里了 为了能顺利和刘大姐牵手 董大哥真是放弃了所有啊 南方成衣满满的态度 让大姐十分满意 表示了孩子都大了 自己也可以适当做出一点妥协 这道嘴的肥肉大姐 怎会轻易放手呀 毕竟这回怨大头不好找了 还得还房贷还给他闺女交绝费 自己儿子都顾不上的男人 真是纯纯大怨住一个 这亲事相成了 以后的路能否顺利走到头 还是个未知数 毕竟二婚人士都是个怀心子的 当然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到老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 看到这的老铁了 别忘了给老弟点个关注小爱心 放作不易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